为了了解学生的想法 我请他们对我提出批评 教授 您教得很好 有个学生说 但是您常在课前等那些迟到的同学 我听了很吃惊 问他 难道这样不对吗 结果很多学生都叫了起来 不对 有个学生向我解释说 迟到说明他不尊重别人的时间 您当然也不必尊重他 只有尊重别人时间的人 才值得别人尊重 为了了解学生的想法 我请他们对我提出批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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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 您教得很好 有个学生说 教授 您教得很好 教授 您教得很好 有个学生说 教授 您教得很好 有个学生说 有个学生说 但是 您常在课前等那些迟到的同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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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了很吃惊 问他 难道这样不对吗 我听了很吃惊 问他 难道这样不对吗 我听了很吃惊 问他 难道这样不对吗 结果 很多学生都叫了起来 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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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学生向我解释说 迟到 迟到说明他不尊重别人的时间 您当然也不必尊重他 有个学生向我解释说 迟到说明他不尊重别人的时间 您当然也不必尊重他 有个学生向我解释说 有个学生向我解释说 迟到说明他不尊重别人的时间 您当然也不必尊重他 有个学生向我解释说 迟到说明他不尊重别人的时间 您当然也不必尊重他 只有尊重别人时间的人 才值得别人尊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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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了解学生的想法 我请他们对我提出批评 教授 您教得很好 有个学生说 但是您常在课前等那些迟到的同学 我听了很吃惊 问他 难道这样不对吗 结果很多学生都叫了起来 不对 有个学生向我解释说 迟到说明他不尊重别人的时间 您当然也不必尊重他 只有尊重别人时间的人 才值得别人尊重 为了了解学生的想法 我请他们对我提出批评 教授 您教得很好 有个学生说 但是您常在课前等那些迟到的同学 我听了很吃惊 问他 难道这样不对吗 结果很多学生都叫了起来 不对 有个学生向我解释说 迟到说明他不尊重别人的时间 您当然也不必尊重他 只有尊重别人时间的人 才值得别人尊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